今天民众党召开了中平会 要决议是不是要处分黄珊珊 李文宗跟端木正 但没想到最后会议就是没结果 要等下个礼拜 邀请这三人到场来定夺 而立委黄珊珊强调说 她下周会出席 最新的情况我们要请记者蔡炳红 带我们一起来关注 社主播时代带您关心民众党主席 柯文哲政治先进风暴是继续的延烧 而黄珊珊 端木正 以及李文宗三个人是被 送交中中平会来进行议决 但是中平会在今天早上十一点开会 将近两个半小时 却是没有结论 要在下一周再度邀请三个人 直接到现场才会来进行定夺 而黄珊珊本人在下个礼拜会不会出席 黄珊珊的最新说法带您来听 我刚刚接到通知了 所以如果邀请的话我一定会到 我刚刚说了 我们已经会尊重中平会的决议 因为对一个政党来说 不是个人的问题 而是这整个事情还是需要被理清 还是需要让责任归属更清楚 而不是只是用这样的方式 然后自己保全自己而已 我想每个党内都会有不同的意见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我们也都尊重大家的意见 这是一个多元的政党 但是我们扪心自问 自己有没有把事情做好 该做的事情我们做到了没有 现在要厘清的是责任 而不是单纯的个人的问题 谢谢 好可以听到黄珊珊就说 如果有对她来做出邀请的话 她下周就会来出席 不过现在其实党内对于黄珊珊 是有非常多的反弹声浪 包含是要她请辞立委以表示负责 以及前立委蔡碧如 也在节目上不断的要求 黄珊珊应该要赶快负责 否则的话 民众党就是持续的失险 那么黄珊珊的意思是说 尊重中评委的这个决定 也就是说她并没有要主动来请辞 而是等中评委的决议 再来做决定 而另外针对蔡碧如 以及党内诸多的声音 黄珊珊也说 其实党内本来各种声音都有 都会尊重 那么以上是现场的最近情况 我们把时间记号交给碰到主播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的妻子陈佩琪 在日前自曝担任公务员期间 以儿子的名义开设人头公司 准备要开设小草咖啡厅 被质疑是违反的公务人员服务法 今天是陈佩琪的生日 她在脸书上列出了10点来做回应 反驳外界指控 也澄清她自己并没有违法 好 就来看到她的脸书上 写的10点的回应其中的几项 一个呢 她就说 儿子是已经成年了 取名跟自己所学有关的公司名字 她说请问 这是犯了哪一条的法律呢 她参与是跟儿子商讨公司的名称 那请问她这样子是违反什么 公务人员服务法 还有就说她在脸书上 反访写说有翻译 她说翻译指的就是呢 退休之后想要再继续做事 但是还没有执行 她好怕喔 所以请从轻量刑 她说她这种呢 是在反访的意思 她这种反访的写法 还真的在民嘴争论节目当中 民代当中变成有罪了吗 她说现在才知道 公务人员在职期间 发想自己退休之后 下一个非旋转门条款的工作 就会违反 那是要对公务人员思想控制 连想都不能想的吗 看到这是陈佩琪 她今天甚至所写出的发文的指控 但是我们来看到 绿营依旧是紧咬着追打 包含了民进党团干事长吴思瑶就说 这吴佩琪的说法呢 就好像是孙悟空七十二遍 陈佩琪 柯文哲的儿子的人头公司 到底是谁要开公司 意图发动者是谁 这说法呢也是一遍再遍 另外呢 立委林楚英也认为 帮自己退休找出路 先叫儿子去开公司 这不就是用儿子的名义 来开人头公司吗 难道不是知道自己开公司违法 所以才找儿子来借名的 另外还有就是呢 台北市议员林延凤也认为 她说呢 这个陈佩琪呢大翻供了 这背后有可能就会大串供 现在呢可能是背后 有人高人来指点 利用了更改说辞 抹去一切的证据 而另外呢网红四叉猫 她就说了 她说呢 现日前呢 说先用别人的名字开公司 然后入资十万元 等退休之后换自己当负责人 她就嘲讽了 你上周在硬拗资讯传媒公司 是拿来开咖啡店 小草们就在网络上 为你护航留言 没有千百条 也有上百条吧 那这个礼拜 你改成的资讯传媒公司 是因为儿子的专长开公司 所以她说 到底你上周帮你那些 护航的小草 你把它当做了什么呢 这跟别人用的名字开公司 都真的都不笼的 所以呢她认为 陈佩琪 你把那些帮你护潮的草 当做了些什么 好不过我们来看到 现在呢柯文哲要面对的问题 还是有很多 包含了金华城改建案的争议 那么台北市前副市长 彭正生已经遭到的 限制出境出海 限制住居 好柯文哲今天说了 彭正生是会议主持人 她说呢 无法理解 为什么呢 她会被限制出境 她说呢台北市长呢 不会针对单一的案件 去下指导旗 或者是干预 她说如果是司法公平的话 那么要传讯我就传讯我 赶快呢 把这个事情给厘清清楚来 好但是我们来看到 那台北市议员 游淑惠呢 就出示的公文来打脸 她说呢 这个荣基律案啊 有盖了两三个章 这两三个章是 柯文哲盖的章 那么她说 之后呢 她就没有再过问了 但是游淑惠认为 这个调汇一记录的资料之后 就发现了 柯文哲呢 对这个案子的介入还有关心 绝非是如此的轻描淡写 游淑惠说 都发局是在2022年的2月24号 曾经上了签诚给柯文哲 然后呢 表达不给精华成12万平方公尺 楼板的地面积 否则的话 有土里的争议 结果呢 柯文哲同年三月 就收下了业者的诉求 而且还交办了指示都发局 来进行处理 所以她认为 柯文哲对案子的介入跟关心 绝非是如此的轻描淡写 另外呢 美女人陈辉文呢 是质疑的是检调 检调的动作 认为是大炮在打小鸟 她说呢 柯文哲呢 深陷政治现金的 申报不实的意愿 但是看到检调 展开大动作的侦办 对比之前 前桃园市长 郑文燦的贪污案 桃园地检署呢 在过去申请多次的搜索票 但法院都不准 所以呢 她认为 这到底是什么标准呢 不过现在呢 四叉猫也又掀出了 柯文哲的假人社 她说呢 柯文哲去年到美国去的时候 在这个租了车子 有八十几万元 都可以买一台车了 所以她说 从很多数据 很多的账面都看到了 柯文哲对自己蛮好的 当初呢 做经济舱是假人社 柯文哲对自己 真的很大方 是真的如此吗 不过我们看到 整个的政治现金的 假账风波 继续在延烧 会计师端木正 还有木科董事长 李文娟都遭到 约谈之后交保 媒体的吴子嘉就说了 柯文哲缺乏法律知识 还态度悠然 从家里走出来受访 检察官很厉害 误导柯文哲 以为没事了 所以呢 吴子嘉大胆地预测 柯文哲一定会被压 先把我的判断结果 跟大家报告了 就是说 柯文哲如果进到北检 的话他就出不来了 一定受压 百分之一百受压 跟我是北检检察长 我怎么想 我一定要表现给老板看啊 就是求表现也表忠 也表忠 都有啊 对不对 我非干不可啊 对 所以那问题很简单啊 那怎么可能会低于 郑文哲的规格呢 郑文哲什么规格 说要进贱啊 所以一定要压嘛 办这个所谓的 假葬这个事情呢 是虚的 那过两天去压柯文哲 开始要约谈 就是扣柯文哲人的时候 那是实的 李文娟讲清楚了没有 没有啊 李文娟交保啊 李文娟 李文娟 李文娟一百五十万交保 李文娟全部讲完了啊 那他这样算污点证人吗 李文娟他就不叫污点证人 因为他是被逮的嘛 他是被扣去的嘛 你觉得他全招了 他没办法当污点 这个案子小案了 已经成案了嘛 因为李文娟已经全部讲完了嘛 可是他把你李文娟都放掉啊 他把李文娟放掉 让把李文娟一百五十万交保 当李柯文哲今天上午出来的时候 看起来好像觉得没什么事了 有没有 啊我们是乌龙啦 因为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怎么去呢 我发觉柯文哲的法律的经验 非常不够 他完全没有经验 他根本不知道这个司法怎么运作 他认为这个事情已经试过境迁了 我刚才今天出来的时候 那个态度还很悠然 还居然还跑在镜头面前 跟记者讲话实在是老听不清楚 你知道吗 因为这个检察官在丢这个东西的时候 他给你出牌你知道吗 他让你心里面瘫痪掉 让你松懈 那李文娟讲了一大堆的 我跟你讲他多厉害 他连李文中都不做处理啊 就是让你柯文哲知道没事了 误导他没事了 一个假动作之类的 当然假动作李文娟什么都讲了嘛 这简单的一句话我问你简单一个问题嘛 木可公司的4000万的所有 木可公司的最终受益人是谁 再讲一遍 最终受益人到底是谁 是李文娟呢 还是李文中呢 还是柯文哲 你认为李文娟讲了没有 应该有讲了 当然讲了嘛 就是柯文哲最终受益人 那个名字就已经是柯了好吗 木可 就是柯 木可 对啊 那你就最终受益人 你是不是亲战就成立了嘛 你就把民进党 不是民众党的经费 就放到你自己的公司来啊 对这个 就是亲战啊 那是什么好谈的 这不是简单的法律观念嘛 这个就真的戴机大调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卤会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芦荟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芦荟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芦荟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芦荟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Low Your Car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